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老五和德同朋友们我是老五今天这期啊跟大家聊一聊中美领导人通话谈到了台湾问题 美国的态度是正在抛弃台湾 其实从这一次中美领导人通话双方的新闻通稿啊上来看 谈到台湾问题的字数并不多 待会儿我会跟大家分析从双方的新闻通稿上来看怎么看到的美国正在抛弃台湾 其实从双方的新闻通稿以及相关的一些新闻 大家也能够看到未来美国将要如何对待台湾 大家也会看到美国具体对待台湾的这个政策到底是什么 其实大家也就能够得到台湾未来那个结果了 那台湾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美国为什么现在正在抛弃台湾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跟大家聊一下中美领导人的这次通话台湾问题并不是重点啊 最重点的问题还是双方的经济贸易科技上面的一些关于竞争啊合作呀 以及未来将要如何发展这样的一系列问题是重点 不过呢台湾问题它其实是很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中美啊这两个超级大国在交手的时候谁强势谁弱势 大家看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这个表述就可以判断中美两国未来将如何发展 谁是走强的谁是走弱的 大家就会看的一清二楚啊 那咱们讲回啊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啊 关于这个中美领导人通话谈到的台湾问题 那到底谁走强谁走弱呢 对不对 美国如果是正在放弃台湾党 我相信大家也就知道谁在走强谁在走弱呀 咱们先看啊双方的这个新闻通稿关于台湾问题啊 的一个表述 然后再跟大家讲 为什么能够看到美国正在抛弃台湾 是现在进行时的一种状态啊 咱们先看一看这个通稿里面的内容 先看中国外交部啊 关于中美领导人通话的这个新闻通稿 关于台湾问题的啊一些内容啊 这个先讲到啊 这个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啊提到这个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啊 对于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纵容支持 我们不会听之认之啊 希望美方把总统先生啊 不支持台独的积极表态落实到行动上 从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啊 对于台湾问题啊 这样的一个讲话的内容吧 大家就可以看到 其实讲的内容 有点强硬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我们不会听之认之啊 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而且还要求啊 拜登将啊 不支持台独的积极表态落实到行动上 这都是在要求美国人做事 对不对 你强势的一方 要求弱势的一方做事 然后弱势的一方 他必然得做呀 如果是弱势的一方 要求强势一方啊 来做事 那弱势一方 可能就得倒大煤 对不对 要不然就是啊 最轻也是获得不到啊 任何的一个结果 但是从中美双方的这个通话上来看 也能够看到美国人的一个答案 首先啊 这个中国外交部的这个新闻通稿里边也引述了啊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啊 在台湾问题上的一些表态吧 拜登又重复了一遍 曾经讲过的话 四不一无意啊 这四不一无意 咱们再看一看啊 现在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啊 首先是啊 这个美方不寻求进行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 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独 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啊 四不一无意啊 而且又强调了美方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这就是拜登在中国官方的新闻通稿上面 关于台湾问题的一个表述啊 那从这一点上啊 咱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可以看到美国放弃台湾吗 并不完全 并不安全 但是的话 咱们可以看一看啊 美国白宫的这个官方新闻通稿 其实字数更少 更加的有意思啊 这个美国白宫的啊 这个官方的新闻通稿 提到什么呢 提到拜登总统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以及南这个南海的法治和航行自由的重要性 我相信很多同学会觉得啊 你老五是怎么得出来的 美国正在放弃台湾岛 对不对 你看看这叫什么呀 对不对 中国啊 要求美国这边啊 这个 这个不要支持台独 对不对 然后虽然说中国官方的新闻通稿提到了啊 拜登又重复了一遍 四不一无意 但是美国白宫的这个新闻通稿里边 提到的是什么呢 提到的还是啊 这个 这个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啊 还有南海的法治航行自由的重要性 对不对 这怎么就放弃台湾岛了呢 首先啊 咱们结合起来来看 这不是一个冲突的问题啊 就是说啊 这个中国的官方新闻通稿 与美国的官方新闻通稿 没有冲突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 首先啊 中国的官方新闻通稿 多的啊 强调的是反对台独 对不对 包含拜登所讲的啊 这个四不一无意 也是不支持台独 对吧 然后美国的这个白宫的官方新闻通稿 提到的是什么呢 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 自由航行等等等等啊 叫这种字样 什么意思 也就代表着美国白宫的啊 这个态度 他与中国官方的这个态度 反对台独的这个态度 没有冲突 但是的话 美国自己的官方新闻通稿里边 多提了一个要求 也就是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在中国自己的官方新闻通稿里边 没有出现什么台湾海峡和平稳定 这种字样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美国在台湾问题上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态度 这个态度是什么呢 没有台湾 有的是什么 有的是台湾海峡和平稳定啊 也就是台湾岛 未来你去死 你想要干嘛 那是你自己的一个问题 跟美国人无关 这就是美国现在的一个状态 对不对 但是的话 我必须要跟各位强调 你指望美国人去促统 现在的这种状态有点难 对不对 美国现在的态度也不会帮你促统 美国的态度到底是什么 咱们就要看一看啊 这个美国啊 自己的媒体对于啊 这个中美领导人 这个通话 关于台湾问题上的这样的一个表态 大家会看得更加的一个清楚 为什么我跟大家讲 美国正在啊 这个正在放弃台湾岛 以及美国下一步对于台湾岛的这个政策 从啊 这个美国媒体的这个报道 大家都可以看到 为什么呢 这个美国的媒体啊 他引述了美国白宫的啊 这个工作人员的这个啊 表态 也引述了啊 美国两家智库啊 关于啊 台湾问题啊 南海这些问题上的一个表态 大家也可以看到 其实看似观点不一样的 美国智库两家 以及美国这个啊 白宫的这个自身的工作人员 然后态度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里边的内核完全一样 内核是什么 就是抛弃台湾岛 为什么我这样讲 咱们先看一看美国媒体如何报道的 首先美国的媒体报道称啊 这个拜登总统强调了啊 这个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然后南海的法治 航行的自由的重要性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个接下来就接受啊 这个记者的访问了 这一名啊 要求不具名的啊 这个自身的官员 然后回答这个美国媒体的这个提问呢 首先啊 这个记者啊 向这个官员提问到啊 这个台湾的官员表示啊 中国正在增强对台湾的灰色地带的施压 然后在这个仁爱礁啊 对菲律宾也有同样的作为啊 拜登是否会要求中国克制此类作为呢 对不对 这个问题提出来了 这个自身的官员回答 非常的一个有意思啊 然后首先啊 跟大家解释啊 这个台湾的官员 十有八九是啊台湾所谓的这个外长啊 吴钊燮啊 接受这个媒体的采访 然后反复的提起了这个问题嘛 也就是啊 中国啊 欺负我台湾了 对不对 在灰色地带进行施压了 我受不了了 你美国要帮我 对 你美国如果啊 帮不了我的话 你美国就别当这个老大 其实态度就是这个呀 然后吴钊燮反复的啊 对着美国人喊话嘛 你要支持乌克兰 乌克兰要赢 乌克兰如果赢不了 那你让我们怎么样相信 你美国能够承受住中国的压力呢 对不对 你连啊 这个俄罗斯就剩半口气的俄罗斯 都干不过的话 那你美国 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我相信大家心里也都明白啊 然后的话 这个资深官员啊 美国白宫的资深官员 是如何回答的 他说啊 然后的话 关于啊 这个中国啊 对于台湾的什么灰色地带的施压啊 对于什么菲律宾的啊 这个施压 这一直都是啊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做法 这一直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做法 然后呢 有时候是通过军事活动的 有时候通过经济手段 有些是通过外交的压力 所以说啊 我没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台湾海峡啊 在台海的两岸 或者说在南海 有特别的啊 新的行为 什么意思啊 这是美国的官员 美国白宫的官员 这说这话什么意思 对不对 也就是啊 没有事儿 对不对 大家把俩眼一闭 没有关系 不要害怕 眼睛闭上 什么都看不见 你就不怕了 总而言之 现在中国大陆的所有的行为 都不奇怪 现在中国大陆的这些行为啊 都是非常正常的 是正常的吗 之前跟大家讲过 对不对 然后台湾海峡 中国大陆的做法是什么呢 是收回台湾海峡的这个执法权 对不对 在南海之上啊 对于菲律宾的这个作为 中国的做法是什么呢 是一步一步增强压力吗 有些啊 这个啊 中国海警的这个水炮啊 这个冲洗 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海景海景船啊 冲洗了50分钟 冲到菲律宾的船员腰白旗 对不对 让菲律宾的人员偷偷摸摸 往铁线交上去啊 去登陆啊 结果呢 就被中国海警的这个直升机 吹的东倒西歪 想站都站不住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都到这样的一种程度了 结果呢 美国白宫的资深官员出来说 不奇怪 把眼睛闭上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正常的一个做法 别担心 对不对 菲律宾那边都急了眼了 吴钊燮天天的对着外边在那喊 对不对 你美国要帮忙啊 你美国要帮忙啊 美国人去哪儿呢 美国人说没关系 大家觉得美国现在这个态度 是硬的还是软呢 对不对啊 美国现在管台湾岛吗 什么意思 就是放任你去承受这个压力 就是放任你 对不对 你自己去面对 你指望我美国面对 我美国觉得没有事 对不对 之前跟大家讲 关于菲律宾在南海 搞这些事情像什么 让子弹飞里边的一些内容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个孙首义 这个卖粉的孙首义 也就是啊 你吃了两碗粉 只给了一碗粉的这个钱的 这个孙首义 对不对 这个孙家啊 孙家粉铺的 这个 这个孙首义 他什么态度啊 你这不是欺负老师人吗 对不对 你你这个啊 你这个六一六子 对不对 你就靠着啊 张县长 你欺负我们 结果 结果黄老爷现在什么态度啊 不奇怪 正常 他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别害怕 大家感觉到这个味道了吗 这还不是在抛弃 还不是在抛弃啊 这个台湾岛吗 其实接下来啊 这个美国的这个媒体啊 引用啊 美国两家智库 对于这些啊 对于通话的 这样的一个评价 大家可以看到 美国未来对于台湾的一个政策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看 看似大家观点不一样 但是本质上 大家讲的话全是一个 就是放弃台湾 为什么这样去讲呢 这个海外的这个媒体啊 提到了 这个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啊 高级研究员克雷格啊 辛格尔顿啊 对于啊 这个中美领导人这个通话 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意涵 尤其是在台湾这个议题之上啊 这个辛格尔顿他说啊 拜登与习近平的通话 只是啊 提供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 进行建设性接触的幻象 一一加强 而不是化解啊 中国争议性的路线 他认为啊 在南海 而不是台湾 才是下一个两个超级大国之间 可能发生的热点 这个辛格尔顿的态度是什么 那就是啊 中美两个超级大国 没有进行啊 建设性的对话 对不对 这是幻象 这是假象 对不对 中美领导人通话 那是为什么呢 那是啊 这个为了要在南海啊 成为中美 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博弈的那个重点 总而言之啊 中美领导人啊 谈了非常多的一系列内容 包含还提到了 不管是啊 耶伦还是布林肯 下一步都要访华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没有建设性啊 没有建设性 中美两国没有建设性 其实啊 这个智库 他所代表的 他所代表的自身的那个观点吧 他看待中美两国是不能够越走越近的 不能够在一些问题上进行妥协的 对不对 一定中美要进行博弈的 可是大家要关注到他还强调了什么呢 他认为在南海不是台湾才是啊 这个两个超级大国发生热点的最可能的那个地区 变成南海了 变成菲律宾那边了 是吗 对不对 台湾不可能发生啊 这个台湾不会啊 成为两个超级大国博弈的那个重点 台湾不会成为两个超级大国博弈的重点 什么意思 是因为台湾对于中国大陆不重要了吗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答案 台湾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对不对 那个对于中国大陆很重要啊 那台湾如果说也对于美国也是非常重要 那中美两两个超级大国必然在台湾问题上 你死我活呀 对不对 那中国大陆看台湾是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美国呢 对不对 不是核心利益了 你中国大陆在乎那是你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 我们美国认为什么呢 认为南海才会成为中美两个超级大国博弈的重点区域吗 大家看到没有 你看似啊 这个智库啊 是强调的是啊 中美没有建设性对话 对不对 这是幻象 对不对 全是假象骗不到我的啊 是不是这种态度 是 他不乐于中国啊 中美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对话 没错 是这种态度 可是哪怕是持这种观点的美国智库 也认为中美不会在台湾问题这进行啊 热啊 热点的博弈 为什么 因为美国看台湾没那么重要了吗 或者说美国保不了台湾 大家都是务实的 你在台湾这儿跟中国大陆进行博弈 只能吃亏你占不着任何的一个便宜啊 为什么离大陆太近了 呃 有些同学举手说了 那南海离大陆近不近也近 对不对 但是的话 起码有一个菲律宾 这是想要死磕 起码菲律宾 做出的那个动作还是比较激烈 对不对 什么海警船啊 互相的擦撞啊 菲律宾偷摸啊 这个登陆铁线交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啊 这个菲律宾啊 拿着自己的海警船啊 被中国的海警在那洗穿呢 等等等等 这种动作看起来还是比较惹眼 所以说呢 对不对 起码有一个啊 赶往前去送命的孙首义 对不对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孙首义赶往前冲 所以说啊 美国那得支持一下这个菲律宾呢 但是这是美国啊 这个智库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官方的一个观点 美国官方的观点 刚才跟大家讲了啊 美国白宫的资深的这个工作人员 人家提到了什么呢 不管在南海还是台湾海峡 对不对 这都是中国大陆啊 一直以来的一个做法 不奇怪不奇怪 闭起来眼 看不见看不见就完事了 龙言之 这是最强硬的一个智库了 然后他的态度也是啊 没有台湾什么事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接下来又提到啊 这个华盛顿智库啊 传统基金会 这个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啊 孔明上的一个态度啊 他使用啊 评论赖清德520讲话啊 大概的一个内容 他预测的一个内容 然后来看美国是如何看待台湾问题的 大家也就可以看到美国下一步 将要如何对待台湾 或者说如何处理台湾这个问题啊 或者说美国对于台湾的政策 大家就会一目了然 从这个美国如何处理台湾的这个 这个政策啊 大家看清楚之后 大家也就知道台湾未来将要如何发展 最后跟大家把这些东西啊 全部结合在一起来看 大家也就知道台湾的未来 那个方向啊 非常清楚了 然后这个孔明上他提到啊 他认为赖清德一直以来发出的信号 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啊 那就是台湾不会搅动现状 也就是台湾不改变现状 对不对 然后的话 他说啊 我认为啊 非常重要的是啊 这个赖清德持续表明 要与中国大陆啊 维持良好关系 啊 赖清德这个态度啊 好不好呢 这个持续强调啊 他愿意也希望与中国对话 这个孔明上认为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尽管我不认为北京会相信啊 这个赖清德 但非常重要的是 这是一个北京需要听到国际社会 也需要听到的信号 国际社会指的是谁 美国嘛 对不对 美国需要听到的信号是什么 那就是要与中国大陆维持良好的关系 愿意也希望与中国大陆对话 这是美国人需要听到的信号 而且还提到啊 这个赖清德表态 要跟中国大陆啊 这个维持良好关系啊 要跟中国大陆对话呀 这个东西美国也啊 需要听到这样的一个信号 对不对 你赖清德520的讲话 你里边要包含这两部分内容 一个是不改变现状 另外一个呢 那就是啊 这个你可以继续表态 与中国大陆要求对话呀 对不对 与中国大陆要保持良好关系啊 你要做出这种表态 这是美国人需要的 赖清德的520讲话的一个内容 讲到这儿的时候 哎 大家就可以看到 哎 美国人对于台湾未来的那个政策 其实结合啊 拜登所强调的四不一无一啊 这个不支持台独的啊 这样的一个内容 然后首先大家就可以得到 美国人不支持台独的这个政策 但是他希望维持现状 对不对 然后呢啊 这个台湾 你跟大陆想怎么谈 你就怎么谈 你表态 你想要谈都行 对不对 我们愿意啊 听到这样的一个信号 但是更加重点的是什么呢 那如果大陆一直施压呢 你看你赖清德 永远维持现状 中国大陆忍得了吗 当然不可能永远忍你下去啊 现在看中国大陆 对于台湾的政策 大家还看不出来吗 那是加大力度进行施压呀 台湾海峡的执法权都拿回来了 对不对 你所谓的台湾的海巡 还有个毛的执法权呢 对不对 这就是拼命的挤呀 台湾的一个空间 然后给民进党进行施压 给赖清德进行施压 结果呢 你美国的政策是什么呢 不支持台独 维持现状 对不对 但是的话 你还是什么呢 你的态度还是什么呢 中国大陆施压 我美国啊 是看不见的 这是中国大陆 一直以来的一个做法 很正常了 大家看到没有 这是美国的动作 这是美国的政策 就是说无论大陆怎么样对待台湾施压 然后美国不会有任何的动作 认为这个是个正常的事情 然后呢 你赖清德 你要强调 对不对 要强调啊 不改变现状 你要强调啊 维持两好的关系 要沟通 要交流 就可以了 这就是赖清德520讲话的一个内容 美国的政策也就是如此 那接下来大家就会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拼命的对台湾进行施压呀 拼命的对于民进党进行施压 美国人为什么乐于见到这种情况呢 美国人施压的就是啊 你赖清德不要给我卖步子卖的太大了 对不对 你就给我说维持现状 你不许变 美国人当然乐于见到这种现状 但是美国人又帮不了赖清德台独 也帮不了什么 这个啊 台湾啊 面对大陆施压的时候 也没办法给台湾解压 也没办法帮台湾 但是美国人只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嘛 维持现状嘛 对不对 然后的话 那大陆对你对台湾施压怎么办 我看不见嘛 这是正常的事情嘛 这就是美国人的态度哦 对不对 这就是美国人对待台湾下一步政策主要的一个内容啊 一方面使用自己的手腕 拉住赖清德 拉住民进党 不要太走向大陆 另外一方面呢 对你大陆你爱怎么做怎么做 我只管着啊 我拉着台湾 不要台独就行了 我反对台独 我不支持台独 对不对 我表过态了 他不台独 我维持现状 我这是我美国人要做的 那接下来 对不对 那就是大陆施压的好机会啊 对不对啊 你什么也不管 你什么也不做 你认为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 那我大陆想怎么施压就怎么施压呀 那接下来就要看赖清德 能承受多大的一个压力啊 对不对 其实啊 我要是台湾人 我现在都得急了 你美国人要不要脸啊 对不对 为了你美国的利益维持现状 当然是最好的 对不对啊 为了你美国的利益 然后呢 我还不能够改变现状 对不对 为了你美国人的利益 你美国人可以假装看不见呀 你不愿意为了台湾人送命啊 对你认为啊 中国大陆施压的这种手段 全都是非常正常的呀 你假装看不见 你根本就不关心我的死活呀 对不对 我要是台湾人 我跟美国人都急了 你美国就是这样来表态 既要抛弃我 又不让我动 对不对 你不让我台湾动啊 我不可能有任何的一个动作 我要维持现状啊 对不对啊 我往前走不行 往后吞也不行 就得符合你美国人的利益 才是最好的 让你帮忙 你也不帮 你最多就喊两句话 喊两句话也是不支持台独 你喊这种话 你说有利的是谁 那就是美国人现在的状态啊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美国人是这样 美国人最希望 最乐于见到的 还是台湾当刺猬 当豪猪嘛 因为对于美国人而言 大陆啊 施压 如果施压到一定的程度啊 台湾急了啊 这个我要当刺猬了 我要当豪猪了 我跟大陆来拼命了 对不对 然后双方打起来了 美国人就笑翻天了嘛 让我啊 美国人赶紧把台积电一炸 把台积电的工程师啊 拉到美国去嘛 这不就是美国人 最乐于见到的一个情况吗 这就是对于美国 利益最大化的一个方法 其实对于美国利益最大化 的那个方法 最直接的也就是放弃台湾呢 这也就是为什么 我跟大家讲 美国现在是正在放弃台湾 那台湾这边呢 其实我之前跟大家聊过啊 尤其是民进党 包含国民党 其实一个德性啊 一直以来的政策是什么呢 养扣以自重嘛 就跟啊 当年的这个 消除异性亡时期的啊 那个燕王卢婉玩的一样 带王陈希啊 都玩养扣以自重 对不对 然后啊 养着这个匈奴啊 跟匈奴人保持暧昧的一个关系 然后想要对于刘邦 产生一定的一个影响 问题是 对不对 现在这个扣不中用了呀 那接下来就要看 民进党 国民党 未来将要如何选择 这个大趋势 这个大态势 不会发生任何的改变了 对不对 接下来中国大陆啊 施压 必然是一步一步增强 尤其是啊 这个啊 这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啊 这个金门那边 本来说要搞什么 汉光军演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要开枪放炮 冲着这个厦门的方向 然后呢 开枪放炮不得了了 对不对 你要搞这些了 结果自己现在宣布放弃了吗 我不搞了啊 这个气象条件不好 这个原因 那个原因 总而言之啊 我不搞实弹的一个演习了 我要不然我就是啊 在这个金门内陆啊 我自己开枪放放炮 我搞个演习就行了 不向着大海搞了 他为什么放弃啊 这种啊 对着大海 对着厦门方向方向的啊 这种开枪放炮的这种军演呢 原因很简单嘛 对不对 大陆说了 你敢开一个枪试试 你放不放个炮试试 现在对不对 这个哈所谓的汉光军演 年年都演 结果呢 走到今年 想要开个枪放个炮 冲着大海的方向 对不对 冲着大海的方向 开枪放炮都不行了 为什么 对不对 大陆一直在加强啊 这个施压的这个力度啊 你只要开枪放炮 你试试 你看看会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吗 这就是大陆施压的一个结果呀 对不对 台湾还能够往哪个方向去走啊 这种施压未来只能是更进一步 对不对 台湾海峡的这个执法权 台湾的海巡都拿不住了 那台湾岛周边的这个执法权也出现了大陆的海警船 其实也就代表着 对不对 然后中国大陆把台湾岛周边的执法权 台湾海峡的执法权全收回来 然后台湾整个被包了口袋 那台湾啊 想要往外去走 基本上不可能了 台湾的海巡都快都快成为了一个摆设 摆设一样的这样的一个部门了 对不对 他能怎么办 台湾的海巡就那几就那几条破船 跟大陆的海警船撞一撞 看看谁撞得过谁 对不对 这就是那个结果呀 实力强实力弱的那个结果呀 你弱 然后的话你又靠不住那个匈奴人 你想养靠养扣一次重 想要靠美国人 你靠不住 美国人的态度是 这在很正常 对不对 中国大陆施压这种政策很正常 不奇怪啊 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你闭上眼 你感受一下 对不对 这是一个正常态 对不对 你不要急 不要害怕 闭上眼就没事了 忍一忍一会就过去了嘛 对不对 那接下来大陆必然还得加强实验 对不对 那你台湾你自己去选咯 这就是啊 这个台湾的一个未来呀 然后总而言之吧 接下来就要看台湾岛 选择出路 还是选择那条死路啊 对不对 你乖乖的听话啊 没有多大的一个问题 我让你干嘛 你就干嘛 你听的那个话 那就是个好事 对不对 我让你台湾的海峡给我滚回去 你就滚回去 对不对 我说台湾海峡执法权是我的 那就是我的 你别给我废一个字 废一个话 对不对 我让你的这个所谓的军演 别演就别演了 这种听话的态度就对了 未来还会继续的要求啊 台湾要求民进党 做出符合 中国大陆利益的一个事情啊 对不对 看你听不听了 你不听就承担那个代价嘛 为什么呢 这就是施压嘛 民进党起码走到现在的这个表现 看起来还是比较乖 对不对 没有顶着来 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表现 那未来呢 反正美国人不来 对不对 你不听话 你试试嘛 这个未来已经够清楚了吧 台湾未来将如何来做呢 大家等着看吧 好吧 今天这期啊就聊到这了 感谢各位啊 感谢各位啊